第四百五十五章 名标十二 咔 咔咔 吴师傅那出着汗的手心 终于向下压了下去 一块块巴掌大小的石头 随之从原石上脱落了下来 巨大的合金齿轮 闪烁着寒光 狠狠地窃进了加固在窃尸机上的原石之中 吴师傅虽然心中紧张 但是那双手非常的稳健 顺着画好的白鞋 一丝都没有偏鞋地将这块一百多公斤的原石分成了两半 唉 只听着蛮长的叹息声 也可以知道结果了 虽然擦面出绿的半块毛料 还有十多公分的厚度 如果全是玉肉的话 那么还能掏出三十多斤 基本上不会赔钱 但是站得比较近的人 都可以清晰地用肉眼看到 在那光滑的切面上 确实有一道明显的烈流 稍微懂得赌尸的人心里都明白 这块原石 赌垮了 呆呆站立在切尸机旁边的吴师傅 此刻是面色如土 嘴唇蠕动着想说点什么 确实没有人能听清楚他在讲什么 光滑的原石切面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是那么的刺眼 那几乎贯穿整块毛料的烈柳 似乎像一张笑着的大嘴 在耻笑着场内的众人 吴师傅 接着接 能掏出多少翡翠 就掏出来多少 那位吉祥珠宝的掌门人 虽然脸色也是十分难看 但是输人不能输了阵势 在上千位同行面前 还是保持了风度 坚持将这次赌食进行完 不过在他心里 却是恨透了缅甸组委会 花了五千万毒垮 这本来没有什么 以吉祥珠宝的实力而言 还生不到惊苦 但是 等着这么多珠宝公司的同行毒垮掉 那问题可就大了 不能排除 这些人会不会落井下石 抢占吉祥珠宝的市场份额 俗话说 同行是冤家 这话用在珠宝行业里 更是恰当 没见到在各个城市里 一家珠宝公司的旁边 往往都集中着另外好几家珠宝店在打对台 虽然这样集中在一起 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眼球 但是竞争同样也变得激烈了 一旦某家公司的货源紧张 另外的珠宝店马上就会降价销售 等到将那家公司的份额抢到手之后 再进行价格调整 这都是商家经常使用的情况 吉祥珠宝堵垮垮了这款毛料之后 很有可能在翡翠原料上有所不济 在场的也有不少吉祥珠宝的直接竞争对手 这会儿已经在心里思量 是否要降低翡翠石饼的售价 把吉祥珠宝拖入到价格栈 等消耗光他们的存货之后 将其踢出翡翠石城了 商场如战场 也包括了资本市场 虽然说是没有硝烟 但是刀光鞋影之处 丝毫不比真枪石炮来得虚假 没见到股灾之后 那么多哭着喊着 费力巴唧地跑到高楼上往下跳的人吗 实情也是如此 在吉祥珠宝此次兵败缅甸之后 开在中海的几家珠宝公司像是联合好了一般 搞起了翡翠石饼的促销销售 引起中海翡翠市场的大战 虽然吉祥珠宝靠着往年积累下来的原料支撑了几个月 但是厚礼不济 最终还是被抢走了一部分的市场份额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来了来了 刚才买涨的人就不用过来了 买垮的都过来 赔钱了 一个不识十一的声音突然在场内响了起来 要不怎么说 戴君这人不够君子呢 别人刚刚赌垮了五千多万 他这一吆喝 不亚于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呢 吉祥珠宝那位掌门人的眼神只往外冒火 恨不得上前去掐死这小子 只是 这不是在国内 缅甸警察也不管这帮子外国人赌钱 那位只能干看着 大敌可是满脸兴奋 这石头里有没有翡翠 和他屁的关系都没有 但是原石解出来之后 其价值达不到购买所花费的五百多万欧元 大敌开的盘口确实已经可以兑现了 独夸是一赔二 一共六十五个人买中 大敌将钱全部赔出去之后 居然还赚了八万块 这会儿正笑着屁颠屁颠的 不住地向旁边的人吹嘘着 以后谁再喊哥们封堵必输 我跟他急眼 不过这会儿 已经没有多少人听到他的话了 因为刚刚在他兑换堵住的时候 吴师傅又切了一刀 这一刀下去 整块毛鸟算是彻底的垮掉了 沿着最初的那个擦口 吴师傅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掏出了十多公斤的冰种料子 好在这些冰种料子的肿水还算不错 颜色也很纯正 可以打磨出一些中高档的镯子来 但是其价值不会超过五百万的 相比他们所花费的五千多万 那算是赔到姥姥家了 谜底揭晓之后 众人也没有了看热闹的心情 纷纷摇头离去 虽然独夸他不是自己 但众人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 除了吉祥珠宝的几个直接竞争对手之外 并没有太多的人幸灾乐祸 原因很简单 他们怕自己拍到的毛鸟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缅甸攻盘的组委会 为了减轻这次赌市失败的影响 特意提前开放了独师会场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们提前进场 本来观察暗标的时间就不怎么充裕 组委会的这个决定 让解释现场的人群很快就散掉了 都集中在会场门口 等待检验入场正后进入会场 这块被缅甸众多专家分析过 给出了十有八九能赌掌评价的标王源时 最终还是赌垮了 又一次的验证了那句 神仙难断寸语的话 庄瑞走了 还在看什么呢 马胖子从大敌手里拿回自己赢的钱后 见庄瑞还在看着吉祥公司的人解释 不由拉了他一把 等一会儿也没啥 这会儿进场的人多 不错的热闹 庄瑞看了一眼 集中在缅甸国家玉石交易中心排队进场的人群 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其实 他是想等这些人解完石头之后 看看能不能把切废掉的那半块石头给买下来 这块毛料虽然是毒垮了 但那也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于五千多万将其买下来的价格 自然是毒垮了 但是这块料子里所蕴藏的翡翠 却不仅仅是那十多公斤 在另外半块毛料里 还有两三公斤的高病种料子 只不过比拳头略大一点 卷缩在废料的裂柳边缘处 刚才吴师傅的兜口 要是能往右偏上一点 或许就能把那块料子给切出来 虽然说两三公斤的料子 不过几十万块钱 但是蚊子再小 它也是肉呀 与其留在这里当垃圾处理 那还不如等会儿 自己花点钱给买下来了 庄瑞这是在憋着劲简陋呢 好小子 你这眼光真的厉害 秦叔叔我是服了你了 此时站在庄瑞身边的众人 那脸色也是各有不同 几位秦师珠宝请来的赌师师傅 脸色都不那么好看 他们是一例主张拍下这块毛料的 但是结果 却是狠狠地被删上了一把杖 方仪要是花钱将其拍下来的话 其下场就会如同吉祥珠宝这几个人一般 如丧考彼 不过秦浩然激动的模样 却是让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 这吉祥珠宝和香港的秦师珠宝并没有什么直接冲突 看到别人独垮 似乎没必要那么兴奋吧 只有庄瑞和方怡明白 秦浩然高兴的不是别人独垮 而是庄瑞的眼光 本来昨天听了庄瑞的那番话后 秦浩然的心中也是有点疑虑的 毕竟仅凭庄瑞的一句话 就要往那块居无霸洪水毛料上 砸数千万甚至上亿的钱 秦浩然还是有点摇摆不定 但是看到今天这一幕 立马对庄瑞信心倍增 他同时也决定 自己不去看那块恶柳毛料了 省得被人给惦记上 哎 哥们解释了 有没有人来看的 庄瑞正在和秦浩然聊着天 突然从解释机旁边 传来一阵嚣张的喊声 庄瑞寻声望去 不禁脸色一变 心里懊悔不已 妈的 哥们说个话打个愣 怎么那块毛料 到了大爹这小子的手上 马哥 那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开赌的吗 怎么又要去切石头了 庄瑞问向身边的马胖子 嘿 那小子搞怪 赢了八万块钱 有点过于兴奋了 说自己什么赌徒玩过 还就没赌过石头 所以想买块废料切着玩 被别人用话给挤兑了 所以八万块钱 就买了那半块破石头 马胖子边说边笑 那身肥肉 随着笑声不住的颤抖着 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大爹这小子 还是摆脱不了 那逢赌必输的命 刚赢回来八万 这下又送出去了 奶奶的 这小子真是好命 庄瑞看着那连切石机都不会操作的大低 一时无语了起来 这吉祥珠宝的人也不傻 他们又把那斑块废料 从中间切开了三段 都没见处理 这才八万块钱 卖给了大低 只是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又送出去了几十万 不过就算知道了 吉祥渡堡的人也不在乎了 五千多万都泡了糖 还会在乎这一点吗 哎 这玩意儿是什么 怎么有点黑乎乎的 药物扬威的一刀 将切石机上的那块毛鸟 切成两半之后 大低傻乎乎的看着前面 在阳光的照射下 那绿色变得有点深 乍然看上去 倒是有点像黑色 五十六章 名标十三 操 你这小子 真他娘的好运气 马胖子听到大低的话后 凑上去看了一眼 他虽然对赌石也是外行 但是剑石要比大低强多了 一眼就看出来 这切出来的翡翠品质还不错 应该远不止八万块钱的 刚刚离开 还没有走远的吉祥珠宝那几个人 听到马胖子的话后 齐齐地打了个亮相 不过却是没有一个人回头看的 自己都准备扔得废了 居然又被人解除了废碎 这又在吴师傅的脸上 狠狠地删了一记 现在吴师傅的脸色 是煞白煞白的 一丁点的血色都没了 这次的缅甸翡翠宫盘 对于吉祥珠宝而言 就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不但输了钱 也输了面子 虽然翡翠宫盘还没有结束 但是中海珠宝界 已经是风起云涌 大战在即了 走吧 咱们进场吧 自己准备抢下来的东西 被那小子给截糊了 庄瑞也懒得再看下去 话说明镖区 还有数万块的毛料 等着他看呢 现在翡翠价格飞涨 庄瑞是不会嫌手上的毛料多的 按照这种价格的上扬趋势 投资匪最原始 那比投资房地产还要划算的 进入到赌事会场之后 庄瑞值奔明镖区而去 他此次来缅甸的策略就是 先花费三天的时间 把明镖区里面 那几万块毛料 全部都看过一遍 然后再慢慢的征选 暗镖区里的原始 毕竟明镖的见效快 把毛料掌握到自己手上 那才能安心 庄瑞也没存着 将此次攻盘中高档翡翠 一网打尽的念头 因为那不现实 就凭他手上一亿多的人民币 根本就不够看的 能抓住几块最好的量子 庄瑞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 庄瑞消化不了的原始 也不会便宜了别人 秦浩然 宋军 马胖子 按照这个顺庄 庄瑞后面会给他们 透露出一点信息 毕竟 肥水不留外人天嘛 今天明镖区里的人 明显的要比昨天少了许多 毕竟 刚才的现场解释 让很大一部分买家认为 明镖区里的料子 都是挑剩下的 出驴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今天 全部都转站按镖区去了 不过这样的结果 是庄瑞最喜欢的 他看毛料的速度太快 人多了 难免会有人怀疑点什么 现在人少 注意地 又都是放在地上的毛料上 根本就没有人去关注 那似乎游手好闲瞎逛的庄瑞 昨天庄瑞已经看到 编号在四千以上的料子了 今天进入到明镖区之后 他直接从四千以后的毛料 看了起来 由于料子实在太多 庄瑞在每块毛料上面 只是大致地用灵气透视一下 感应一下里面 是否有那种冰凉气息的灵气存在 看了这么多元时 庄瑞已经能根据料子里灵气的强弱 判断出翡翠的品质来了 遇到品质稍差一点的料子 庄瑞根本就不停留 连记都不记 只有在油青种以上 并且灵气充裕的料子 才会让庄瑞停下脚步 仔细探查 将里面预入的含量 以及自己大致估算出来的价值 寄到笔记本上 当然 他所寄的那些东西 拿给别人看 别人是看不懂的 一上午的时间 庄瑞看到了编号为一万七千多的原石 这会儿 他的脑子里 已经像是江湖一般了 如果不看笔记本 他一点都想不起来 究竟有多少块毛料值得投标 究竟哪些毛料的价值最高了 庄瑞本来以为 名标是只有一万多块的 但是没想到 旁边的圈起来的地方 也是属于名标的范围 这可要了他的小命了 整整有两万块之多 小瑞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 中午坐在缅甸玉石交易中心的饭堂里 方怡关心的看着庄瑞 这才几个小时不见 原本面色红润的庄瑞 脸色煞白 比早上那几个毒垮毛料的人 脸色还要难看 没事 方阿姨 看到毛料太多 有点头晕眼花了 庄瑞摆了摆手 看着面前的饭菜 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这工作量 未免太大了一点 一早上 整整看了一万多块原石 就是茶树 从一茶到一万 那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更何况 他还要真选出 里面有价值的料子来 虽然说用灵气看死物 是不会消耗的 但是这精神上的巨大损耗 也让庄瑞精疲力竭了 此时他就想找个地方 躺下来好好地睡上一觉 对了 秦叔说 我记下来了几块料子 你记好 过几天拍摆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庄瑞有气无力地 翻开了自己的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数字 不过别人要想从中 看出什么规律来 却是不可能的 庄瑞这会儿 实在是没有胃口 把翻盒拨到一边 只是看到这笔记本上的数字之后 脑袋里面大了起来 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才重新将目光放到了笔记本上 4179536755808751 哦对了 还有5426 行了 我只看到这里 开名标的时候 秦叔叔 你们注意一点 价格我都写在上面了 这几块料子给我的感觉都不错 5426那块稍微差点 价格不用给太高 其余的料子 能拍下的尽量全给拍下来 庄瑞拿过秦浩然的笔记本 将上面那几个数字写了上去 他所写的这几块原石 最差的都能解出金丝种来 四块加起来 其价值绝对要超出两亿的 至于后来写上去的5426 却是庄瑞随手乱写的 这给出的毛料也不能快快里面都出绿呀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自己这专家的头衔 估计也挡不住别人的怀疑了 所以他胡乱写了块料子上去 单凭庄瑞给出的这些料子 能让秦氏珠宝这次赚烦 所以花点冤枉险 在庄瑞心里那也不算什么 哥们这已经是高风亮节了呀 不是庄瑞自己不想吃下来 实在是毛料太多了 而中荡翡翠又占了大多数 庄瑞自己根本就消化不了 本来庄瑞还想多给秦浩然几个号码的 只是自己一上午看那么多的毛料 实在过于惊世骇俗了 他是怕吓到两个人 这 小瑞 你都看到八千多块毛料了 饶世庄瑞很收敛了 还是将秦浩然夫妻吓了一大跳 话说秦浩然早上一直都在看暗镖 不过才看了两百多块 这还是表现不好 全部都跳过去看的 他没有想到 庄瑞不声不响的 居然看到了八千多块 秦叔叔 名标区的料子有很多都算不上翡翠原石的 纯粹就是破石头 那样的 我全部都跳过去了 专门捡的都是有所表现的毛料才看的 可真是累死我了 庄瑞这才知道自己给出的几个编号吓到秦浩然夫妻俩了 连忙出言解释了一下 只是他这一解释 秦浩然心里倒是释然了 只是在拍这些原石的时候 将庄瑞标在上面的价格又往上提高了一些 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这却都是庄瑞的那句表现不错的话所导致的 中午吃过饭后 庄瑞并没有直接去会场看毛料 而是在这有空调的饭堂里 找了个人小的角落 小气了一会儿 直到下午一点多钟 才重新出现在了名标区 脑子稍微清明了一点的庄瑞 一鼓作气 将剩下的三千多块毛料全部都看完了 在他的笔记本上 又多出了十几个数字 今天的名标拍卖 庄瑞没有参加 因为编号从两千至四千的原石 并没有庄瑞能看得上眼的 等到晚上的中八车来到以后 庄瑞直接就坐了上去 直到酒店后都一言不发 秦浩然夫妻知道 庄瑞今天累了 也没有打扰他 回到酒店之后 去到餐厅里吃了碗面条 庄瑞进到房间里 就一头栽到了床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搞得秦浩然 本来想找庄瑞商量一下 如何给那块巨无霸 洪匪定家 但找不到庄瑞 累极了的庄瑞 根本就没有听到手机的铃声 到第二天八点钟的时候 庄瑞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 不过经过这深度睡眠 庄瑞的精神 算是完全恢复了 小瑞 你看下午那块洪匪毛料 盯在什么价位比较好 在中巴车上 有马胖子和几位赌士顾问 情傲然不好和庄瑞商量这事 等到了会场 他顾不得去赶毛料 一把拉住庄瑞 走到没人的角落里 询问了起来 那块料子虽然背后有恶流 不过体积太大 相信肯定会有不少人去堵猎的 价格不能盯得太低 否则恐怕拿不下来的 庄瑞思考了一下 说道 我觉得价位最少要盯在六百万欧元以上 才能稳稳的将其拿下 这样吧 秦叔叔 下午开拍的时候 咱们一起入场